师傅 你看现在不是五月初五段午节快到了吗 从传统文化角度说 人家说农历五月俗称足月 包括盲动价值两个节气 是最注意的一个缘分 其中五月初五初六初七十五十六十七级 以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 九天为天地交态九足日 十四为天地交态日 一共十天 这十天内务必端容宿吉 严禁杀生平盈 父亲继续同房 否则原神 否则严重伤身元气 耗精元 犯者大伤原神 并得受妖王破气不特 是这样吗 这个问题 是啊 实际上端午节 实际上这个节日 因为五月初五 对不对 因为明天很多 还有人家说五月节了 对不对 龙州节了 也有 有的呢 还 主要是流行于 那个这个 流行于中国那个五月地区 古代的五月地区的 吴王啊 就是长江 这个偏南的这一带地方 主要是他们 这个祭拜 祭拜这个 这个举行图腾的 这个祭拜的日子 所以呢 一般的他们都是赛龙州 明白吗 赛龙州 对对对对 所以呢 端午节呢 实际上呢 这个节日不小的 它是跟中国的 比方说 春节 清明节 中秋节 称为中国 四大 传统节日啊 四大 对对对 很厉害的 而且已经被 这个这个中国政府 已经列入这个 法定的节假日了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为什么联合国委会把它 成为一种 这个这个这个非 这个选入非 非物质遗产的 那个节日呢 实际上讲了 第一端午节 要知道的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一个是他的节气 时间 要当心 时间 这个时间呢 实际上是人啊 这个我们说 能够脑子啊 非常非常的清楚的 那段时间 非常干净 是年终嘛 第二个呢 端午节的端午啊 实际上就是 粗午的意思 明白了吗 对对 啊 所以又叫端羊 其实端羊 羊是什么 正当中午 就是羊 正当中午 就是说 人家说 这个这个这个 非常非常的 这个有 有素质 就正好太阳啊 是正当空啊 你明白吗 正当空啊 那么然后呢 是你如日中天的日子 你是好 很努力 很努力的 可以做很多很多时间 所以你把这些时间 如果你去弄到感情上啦 去弄到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上 包括夫妻啊 这种东西 你就是会大号元神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明白 因为他是阳日 你不能做阴事 对了 你这个是真的是 就是我就告诉你 阳日不做阴事啊 实际上 也就是说 从这个这个端午节 实际上就是告诉大家 你这个时间 是五月初五的是一种洗礼 是一个可以驱赶很多不好的 啊 风俗啊 性格啦 或者命运啦 你可以改命改运的时间 实际上是这个概念啊 哦 哦 那改命改运的时间 那五月初五 五关五节期间 多多行善 念经许愿放生 对啊 对你的命运的改变 对啊 对啊 这还不懂啊 你比方说 粽子 对不对啊 包粽子 它都有讲究的 包粽子是什么意思了 对不对啊 包粽子给你吃的话 你就慢慢慢慢 实际上呢 我先跟你讲啊 这个实际上就是说 人家也叫预兰节 预兰节嘛 就是比方说端午节的时候 皮肤病啊 多发 皮肤病啊 人的身体上会有很多 其实就是新陈代谢 明白了吗 嗯 明白吗 包粽子呢 实际上就是 我们经常讲的 根据节气 啊 你能够啊 转 转微为安 啊 你看这个粽子啊 它有很多很多的头嘛 明白了吗 就是很多很多的出路 很多很多的机会 呵呵呵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顺阳 顺阳 你你你可能要讲了 你讲嘛 就是讲取缘了 哦 哦 是是是是 取缘 师傅在讲讲吧 师傅 呵呵呵 对不对啊 你不是讲取缘吗 实际上 其实其实这个这个是 跟这个时间天使有关系 过去啊 讲取缘的问题啊 嗯 明白了吗 实际实际上很多很多人正好是 取缘那个时候啊 啊 流传于这个人间的一个故事 人家就跟那个端午节的时间呢 正好相相差不多 那么大家都纪念 纪念这个这个取缘了 对不对啊 实际上就是说 主要纪念 他是二月二日啊 去避邪说 也就是说要去去凶啊 成为节日啊 这么这么样的话呢 就是为什么 这就是华龙舟啊 啊 这种纪念活动啊 实际上这个纪念 吴子虚跟屈原无关的了 很多人说吴子虚啊 纪念吴子虚也有关系 这些历史上的传说特别多 屈原们你们知道 跳头江呀 对不对啊 他是报时自投这个破罗江嘛 他主要说他是爱国嘛 啊 因为当时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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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秦国这个是侵略者嘛 对不对啊 屈原呢就 对对对 真的爱国啊 去上前线 去要去杀敌去 对不对啊 他为什么要跑到投江呢 实际上也就是说他宁愿啊 就是说宁愿投江 我也不做啊 这个被人家俘虏的那种 被人家俘虏之后啊 就成为一个奴隶一样的 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吧 那为什么要将屈原和这个节日绑在一起呢 就是就是要让大家呢 懂得在这个端午节的时候 要学会爱国啊 比较忠心爱国 明白了吗 啊就是这个道理 师傅你多次也教导我们 一定要爱国爱民分据手法 对啊对啊要爱国嘛 不爱国的人 学佛啊学不好 做人也做不好 对不对啊 对啊就是这样 对对对 所以因为 那师傅 古代不是 他不是正好说有个习俗 五月让父女回娘家住一个月 让夫妻暂时翻开吗 师傅 这个有道理 是啊实际上就是叫你从阳 不要从阴呀 夫妻们在一起们就是搞来搞去 对不对啊 分开们就比较正的 正能量 阳不做 阴是 对不对啊 阴是只能在阴的时候才能做 那就是晚上了 晚上所以属阴的嘛 对 你懂吗 这大白天 大白天你看哪有谁做这种事情 是 明白吗 那师傅 端午节也是一个地府小城 一个小板架吗 可以这样理解吗 端午节的话 端午节会有很多的地府的官出来 也有很多地府的那个特定人物出来 一般的呢 只能 一般出来的话呢 就是指那些 冤死的人呢 他可以出来 战戏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恶鬼啊 地狱的人都能出来 明白吗 明白明白 好 这点事物 特别开设 谢谢观看